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陈伟 Work from home 行动装置不离声 视讯开会 甚至到日常 例如透过非法的软体上网来追剧 网络购物啊 玩变脸APP 像变童颜啊 变老脸啊 最近流行的是变性别啊 这种在万物联网的时代 其实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造成所谓把钥匙 给别人的危险光景 到底该如何留意哪些情境呢 我马上为各位介绍 在线上接受我们专访的 他是来自中山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的助理教授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资讯安全学会 学数纪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委 他是徐瑞豪徐老师 老师您好 陈主播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这个您可不可以先 透过几个实际的案例来谈一谈 其实在大家生活中都会碰到的 资讯安全的议题 资讯安全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民众们来说 似乎是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学问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民众对于资讯产品的依赖度 比起十几二十年前来说应该是更深的 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台个人电脑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那这个费用也非常高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几乎是人手一机 对啊 那甚至呢有的人他会有智慧型的手表 那我们的工作跟课业呢也都会使用到个人电脑 或者是笔记型电脑 所以说呢 这些资讯产品的使用当中 我们就会产生一些资安的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资讯产品 上网查询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会遇到所谓的假消息 或者是假新闻 那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这个 李前总统他适世的消息 事实上在他还没有真的过失的时候 已经被人家封通的乱传了 对对对 是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来去判断这个消息的真假 本身他就是一个资安的议题 哦了解 嗯 对 那另外呢当我们在使用这个电脑 或者是手机在进行购物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遇到购物的诈骗 比如说这个卖家 他是不是诚实的卖家 嗯嗯 那甚至呢我们所浏览的这个购物网站 他本身是真实的 嗯嗯 或者是一个所谓钓鱼的网站 也就是假的网站 嗯 他有可能对民众的一个购物行为 进行财物诈骗的这个动作 嗯嗯嗯嗯 那这本身也是一个资安的问题 嗯嗯嗯嗯 对那另外呢我们的电脑以及手机的软体呢 是 我们也会遇到资安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些软体 他可以提供我们去观赏这个线上的一些节目 嗯嗯嗯 甚至是电影 是 或者是这个漫画 那他本身呢 这个软体是没有经过合法的 这个软体服务商来去做一个验证的动作 他本身就有被病毒或是恶意软体感染的风险 那这个病毒以及恶意软体呢 他会 呃 新则对我们的电脑以及手机的咨询进行窃取 是 那宋则呢可能会代替我们个人 来进行一些咨询服务的动作 比如说登陆我们的网络银行 进行这个转账的动作 是 那甚至是一些金融服务的动作 是 那都有可能会发生 是 那所以基本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 而且严重的治安议题 是 我听起来老师确实举了很多类型 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也是大家会平常就碰到的类型吗 呃是 呃比如说呢 事实上呢 呃我们呃年轻人呢 都会很喜欢用所谓的抖音这样的一个软体 呃是 对 那抖音这样的一个软体呢 呃我们呃 事实上在新闻看到这个川普总统 他本身也宣称 在TikTok他本身 他会有泄露个资以及泄密这个危机 对 那事实上 也发现呃真实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呃对 呃TikTok他本身呢 他会除了呃使用这些使用者他所拍摄的一些影片之外呢 嗯 他更进一步的会去存取我们手机里面有一个叫剪贴部功能的这一个应用程式 嗯嗯嗯 那这个剪贴部呢呃事实上我们有时候为了方便我们希望去复制这个网页里面的一些内容转贴到我们的这个即使通讯软体分享给我们的这个朋友 是 那事实上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呢 这TikTok他的呃应用程式会去呃存取这样剪贴部的内容 嗯嗯 那如果今天我们剪贴部的内容是剪贴一些比较敏感的资讯 甚至是我们的银行账户密码嗯嗯 那TikTok本身他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嗯嗯 所以是一个呃非常高风险的一个行为嗯 那所以呃虽然我们只是在玩TikTok我们觉得很有趣 但是无意中已经泄露了许多呃个人的饮食资料 甚至是对我们生活非常关键的一些资讯 是像我自己就有过就是呃有时候因为大家现在是网路购物 那网路刷卡的话常常要把这个信用卡的卡号 以及就是呃呃几个重要的这个资讯给呃透过网路 然后有时候我的家人会用这个网路的银行网路刷卡来进行网路购物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那个剪贴簿里面剪下我的呃呃信用卡的资讯 然后贴给我的家人的line告诉他们说哦没问题你们就这样子来进行 但是这个资讯就有可能无意间就泄露出去了 呃现在许老师为我们谈到的其实有相当多是我们生活中就会碰到的 所以我特别想就几个我们在呃新闻上面有看到的焦点的话题来请教您哦 这个呃呃大家呃在这一阵子大概每个一年吧 就会开始流行各式各样的变脸的APP 这里面有变童颜啊然后变老脸啊甚至变性别这个是最新的 这个其实也会让个人特征脸部的这些个人的特征泄漏 呃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风险呢 好 谢谢陈主播 基本上这种变脸的软体 虽然他们收集的是我们脸部的影片 或者是照片 但是这样的一个资讯 事实上在做生物特征辨识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辨识的方法 都是采取脸部特征的一个辨识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iPad 都是可以用脸部来进行解锁的动作 甚至我们的出入境 自动化通关的系统 他们也是采取我们的脸部特征 来进行一个辨识的动作 对 是 所以这样子来说 当我们暴露我们人脸的资讯的时候 它是有相当高的风险 第一个 有些国家 他们也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监视系统 他们把每一个人的人脸照片 存到他们的全国性的资料库里面 来进行一个辨识 甚至是来进行一个犯罪防治 以及犯罪打击的动作 他们可以当发生一个犯罪的行为 他们可以把行犯的人脸输入到系统当中 来去辨识说现在这个行犯 它可能触摸在哪一些地点 来进行一个追捕的动作 但是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监控系统 它也有可能会侵害人民的隐私 当我们在APP里面取得这个人脸的讯息 被输入到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监视系统的时候 这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活动 还有行众也会被这样的一个系统知道 当这样的系统被骇客入侵 甚至使用这样系统的一个人或是组织 他有不好的意图的时候 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隐私 以及人群是有可能被侵害的 那第二点 我们个人的识别资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会使用在许多的资讯系统里面 进行一个验证登录的动作 那当我们的人脸照片被拿到之后 那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的钥匙给了别人 这个比喻太传神了 是 所以可以直接来登录这些资讯系统 那再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人脸呢 可能被贴到其他的影片 甚至被修改之后呢 放到其他的场景 那不就是Fact News的一种方法了吗 就会制造了假新闻了 对 是的是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 当川普出现在中国或是北韩的时候 那事实上在那个时间点 甚至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呢 那我们上网的民众也许不知情 这事实上是透过一个身位的技术 来去伪造的一个影片 那这个身位技术 它利用人工智慧的一个演算法 把我们个人的照片 结合不同的这个场景 那使得我们这个人呢 就出现在这个场景当中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后果呢 可能会造成当事人的一个名誉的一个伤害 或者是进行这个影片伪造的人 他可以达到一个不法的这个意图 试图去影响观看人的 他的意向或是想法 是的 徐老师您现在谈到了这个议题 就让我想到说 其实这个目前国际间数一数二的手机大厂 包含就是iPhone 这个在过去我们就知道 新闻就有揭露说 iPhone公司它的手机会留有后门 很直白的说 就是说全世界的苹果用户的手机资料 都可以透过这个后门而直接得到 所以导致就是在美国 速度都有用最高层级的 也就是国安的缘由 希望可以跟苹果的这个总部取得这些 取得这个后门 然后去看了 去追查这些用户的手机上面的资料 那现在有被视作大陆民族企业的 华为的5G手机 被欧美社会耳语说 也是有留后门窃密 所以我想请教 就是我刚刚举的 其实都是国际间的手机大厂 对于这种留后门 也就是我们用户的资料 有可能在总部 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就取得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民间公司 可是我们难保有一天 他不会被骇客 或者是政府单位给拿走 所以消费者除了抵制不买 不使用之外 还有其他的做法可以自保吗 OK 好 谢谢陈主播 这个问题的话呢 事实上我想也在全世界 掀起一番波澜 那包含美国呢 以一个积极的手段 来去抵制华为的手机 甚至是通讯基础设施的设备 那关于这个后门的问题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 所有的硬体跟软体 都是由逻辑来组成 并且进行设计的 那这样的逻辑里面呢 当常有可以将我们个人用户的资料 传送到特定制服器 这一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呢 那就代表当我们在使用 这个特定装置 它的硬体 或者是软体的时候 也同样的会触发 留在当中的后门 让我们的资料 可以被传送到一个特定的制服器 当中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事实上是很难被查读的 那甚至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能力 可以去修改硬体 那软体的部分呢 的抵制方式也是非常专业的 基本上后门 厂商的后门呢 它会紧紧的跟我们手机的作业系统 结合在一起 那当我们想要移除这个后门 那相同的 也会对我们手机的作业系统 还有使用造成影响 那当然我想 美国他们对资安的防护 也非常的严谨 那也有相关的部门 在进行这样的研究 那我想的确 不买这样的手机 甚至华为的5G通行设备 同样的也被抵制 让许多国家采取一个拒买的方式 来去避免这样子安的疑虑 它的确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做法 了解 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许多的事实上都会使得我们在所谓的疫情时代 疫情泛滥的时候 大家选择的方式 不论叫做拆办公室 就是有AB组不同team的人 轮流在不同的空间办公 或者是在家办公 其实这些资讯安全的议题都会显得更为的重要 像今年的这个520总统就职之后 那传出说总统府疑似遭到骇客入侵 而导致密件外流 那这其中有一个解释上面的说法 就是说府内的职员因为疫情在家工作 连上了没有加密的网络所导致的 当然啦 这个案件它在调查中 我们并不特别的谈个案 可是我想要请教徐老师是说 因为疫情在家工作是现在的 可以说是新常态了 那么上网导致资料外流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 我们能够自己有意识 有察觉的去避免吗 谢谢陈主播 好 那关于这个资料外泄 甚至是我们所使用的电脑 被当作跳板去攻击其他的主机 甚至是电脑 这样的一个治安的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在家里面 使用视讯来开会 那甚至我们很多的作业 都必须要上网 来进行资料这个传递的动作 好 那这个问题呢 资料的外泄主要发生在 我们储存资料的个人 或者是工作场所所使用到的电脑 产生的治安问题 骇客可能直接来入侵这样的一个电脑 那或者是透过电脑病毒 以及恶意软体来进行感染 那所以呢 我们知道总统府疑似遭害 而且密件外界这样的一个 外流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可能发生在掌握这些资料 及文件的人员呢 他们透过几种不同的管道 去泄露出这样的一个资讯 第一个 这些人可能不经意将自己的文件 放在随身碟里面 那随身碟呢 可能会被插入到机关以外的电脑 或者是防护比较弱的电脑上面 那这样的电脑 它本身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 或是恶意软体 那它就有可能遭受到入侵 以及被破解 那进而使得这些USB里面的 重要文件资料被窃取 是 那第二个部分呢 机关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无线 WiFi无线分享器 那它可以连接到一些 外部网络的印表机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印表机 都是使用无线的方式来进行连线 那这些防护比较弱的装置呢 他们可能被骇客锁定 以及入侵 那进而作为一个跳板 直接侵入到府内的网络 来进一对府内的网络 以及电脑 进行一个文件窃取的动作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骇客 它可能已经锁定了 机关里面的一些人员 以一个社交工程的手法 来骗取这些人员的账号密码 或者是资料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email 署名我就是蔡总统 当然我不是 那蔡总统的这个email位置 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格式 但是我稍微在里面把A改成1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email的位置呢 没有被注册 那我可以注册这个email位置 那使得 这个职员呢 或者是相关人员 他在没有仔细察觉的情况底下 他去相信了这样的一个信件 那进而把资料传递出去 那使得特定的人士呢 他可以很容易的取得这样的文件 是 好 那也有可能 当然我们也不能去避免 或者是不去怀疑 是不是有可能是有内部的人员 他自己去外留这样子的文件 那当然这不在 治安的这个保护范围里面 好 那以上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产生上述的这些问题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对于我们工作上所使用的电脑 或我们个人的电脑及手机呢 我们需要定期的去更新 我们的作业系统 还有软体 对 我们也不 随意的去下载 以及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体 OK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在使用一些资讯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 察觉我们的账号 所设定的密码 够不够安全 OK 是不是用一些人名啊 生日啊 车牌号码 或是门牌号码等等资讯 对对对 作为这个密码的一个部分 是 这样的一个密码 相对的是不安全的 对好 那再来呢 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我们要一个比较自然的尝试 就是说呢 我们在浏览的网页 甚至我们在使用的这个电子邮件服务呢 有没有使用一个安全的加密 通道 OK 那这安全加密通道也就是我们上网浏览器 的这个位置边呢 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 位置前面出现一个小小的锁头 那就代表 这一个连线 它是一个安全的连线 OK 对 而且呢 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网站 它所使用到的凭证是合法的 嗯 也就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网站 那如果 有人试图 也要跟我们建立安全的连线 但它使用到凭证是非法的 那浏览器通常会挑出一个警告的 这个视窗 告诉我们说这个网站可能是不明的 甚至不能够相信的 嗯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有比较主动 积极的这个防御的作为 我们不要去浏览这样的一个网站 嗯 来防止进一步资料外泄的可能 嗯 嗯 那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个主动的方式 我们来安装 呃 有心育的这个病毒 或者是恶意 呃 城市损描的软体 哦 来协助保护我们的电脑 以及手机的安全 呵呵 了解 好 那呃 因为我们现在 在电视广告上面 也有看到 有业者在推出 所谓的home security AI 那强调就是说 可以透过云端 而收到家里面的即时影像 来监控是不是有窃贼入侵 那呃 如果就算不不使用到业者的服务 也很多人会在家中装有安全摄影机的系统 可是曾经是有研究指出说 这种原本作为侵入警告的机制 这些安全摄影机的系统呢 有时候反而会变成窃贼计算出入活动的利器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啊 那呃 我们到底对于这一种 就是安家居家的安全机制 而且透过AI来帮我们 可以让我们及时的看到 这个到底是 我们可以倾尽来使用的一种好方法 防窃的好方法吗 好 谢谢陈主播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也知道 现在事实上 这个安全摄影机的 普及率越来越高 那基本上大街小巷 甚至我们家里面都安装有这样的一个摄影机系统 那这样摄影机系统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必须联网 这样的一个影像 资讯呢 会回传到云端 甚至是我们所设定的制服器 来进行一个储存 甚至是分析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知道 人工智慧发展也非常的迅速 以及进步 那甚至我们可以直接来辨识 现在是不是有人 意图入侵我们的场所 那这样的技术呢 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影像的资讯 回传到特定的制服器 或者是云端平台 那传输的动作 事实上它就留有一些轨迹 因为呢 当有人入侵的时候呢 代表我们的摄影机会启动一个辨识的动作 那辨识的动作呢 就会连带触发回传影像的动作 给云端 那云端呢才可以进行一个分析 来告诉我们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这样的一个动作本意是好的 那只是说呢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它也透露出一些讯息 那代表我们在场所里面活动的人 本身并不是入侵者 但是也会触发安全摄影机 对啊 养了宠物在那里走动 对 是的 没错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事实上就会触发网路传输的动作 摄影机传输资讯 到我们的云端平台 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行为的频率 触发行为的频率 以及模式就可以被拿来分析 那我们大概有心人士 如果在这个网路摄影机附近 去监听这个无线传输的一个风包 那他们就可以去分析出 这一家人什么时间 可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在睡觉 可能在吃饭 可能在看电视 等等的一些行为 那这些行为呢 风包是什么意思 风包事实上我们知道 我们的资料呢 要在网路上进行传递 那这个资料 有所谓的来源 跟目的地 也就是像我们的信件一样 我们信件 我们有寄件人 以及收件人 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信件 可以安全 还有正确的寄到目的地 那我们就必须要写上 这个目的地的地址 OK 还有收件人 那同样的 我们的资料在网上传递 也需要留有这样的讯息 原来如此 了解 是的 是 那就是如果说有心人士 他们透过这个风包的资料 反而可以进行一个 出入活动的这个计算 对吧 是的 没错 那么这样子听起来 其实如果是业者 他们所推出的 Home Security AI 相对于我们每个家庭 比如像我自己家中 也装有这个小米安全摄影机 听起来如果采用业者的 可能业者会思考到 这一点的治安议题 所以先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 降到最低 对吗 是的 这个必须要从业者 他们本身的安全摄影机系统的设计 来进行改善 哦 了解 对 那当然我们一般人 通常不太容易会遇到这样的一个 供给及分析 对 通常都富豪居家 是的 对 我接下来要请教徐老师的 可能都是所谓真的叫做 资安及国安这种大层次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New EID 也就是数位身份证 这个快要来了 这个是我国一直在探讨的 可是我们要如何 这个方便性其实还说 它可以 这个数位的身份证 它可以还连着很多其他的功能 比如驾照的功能 也把它包含进去了 这听起来有它资讯带来的便利性 可是会不会也有资安层面上面的议题呢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级要把它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资料库 这里面的资安一定要做得够好 是的 谢谢陈主播这个问题 我想New EID这样的一个服务 是政府所推动的这个重点资讯 服务的一个整合 当然在许多国家像 爱沙尼亚他们已经推动了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当然我们知道 资讯服务的入口增加的时候 那也就代表我们增加駭客入侵 并且窃取个人资讯的这个机会 甚至有可能冒用我们个人的身份 来进行服务的一个申请 那我们知道比如说 我们要去申请这个户籍资料 我们要去这个监理所申请这个牌照 那甚至我们要去这个健保局 申请这个健保卡等等的业务 这基本上未来我们都可以用New EID 来进行这样申请的动作 那这代表骇客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管道 来进行资讯的窃取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事实上这个EID本身 它是一个两面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也已经用了许多 这个网络的资讯服务 来进行我们个人的生活活动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我们用网络银行进行转账 好方便哦 是的 好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医院的这个资讯系统 进行挂号 甚至医生呢 也会将这个病例资料 留存在这个医疗资讯系统里面 进行一个记录 甚至进行一个诊断分析的工作 那我们知道 当EID推动之后呢 它串起了 跟整个政府部门 以及民众相关的资讯 以及服务 它涵盖了金融 医疗 交通 教育等等 公部门的这个服务 这代表骇客它能够掌控的权限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是的 那获取利益跟权利将会影响个人很庞大 那所以呢 个人认为政府应该在各个EID所提供的这个资讯服务之间 要有一个防火墙的概念 我们如何去阻断各个不同公部门资讯的一个流通 那甚至我们可以限制 每一个人使用EID 他可以授权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EID可以进行这个内政部相关的这个业务的申请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权限不应该夸击到交通部 或者是 对 卫福部 那我们民众应该甚至可以来自行选择 我该授权EID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服务 还有授权的时间 是 范围也应该可以受到限制 是 那另外呢我们针对EID的一个安全 我们应该有更积极的一个保护措施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取所谓多因子的一个认证 所谓的认证也就是我们可以采取生物特征 比如说指纹或者是脸部的辨识 那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手机门号来进行认证 那再来就是密码 甚至我们可以限制 可以使用这些咨询服务的装置 是哪一些装置 来进行多重的认证以及限制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来保障这个EID的账号的安全性 甚至我们可以增加骇客他入侵的一个困难度 那再来我们也可以导入这个人工智慧的技术 随时来监控民众他们的账户活动 是否有异常的状况 并且可以在事实的时候呢 进行账户的一个锁定 那一个反制措施来确保民众使用EID的一个安全 比如说这个民众呢 他一下子申请内政部的业务 一下申请卫护部的业务 一下申请交往部的服务 那也许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短 那应该是被视为是一个异常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技术 应该要可以可以政策到这样异常的行为 主动来进行一个反制的动作 我的另外一个层面是 当我看到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的行动支付 他们的行动支付相当的盛行 比如说从小制摊贩 大到大笔的交易啊 银行啊都能够使用 可是他们在2003年开始就有一个支付宝 就开始上线开始运作了 我好像没有听过有资安议题 所以这代表说 其实我们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实验的场域 这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国家级的整体 国家级的或至少是所谓国家级企业的这种层级的 他的这个安全是可以还算有保障的 好 谢谢陈主播 这个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 怎么说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 行动支付是中国大陆他积极推动的一个业务 那基本上事实上他们这些推动业务的企业都有国际的背景 哦 听懂 那事实上呢 支付宝他并不是没有所谓的资安事件的发生 那事实上我们稍微上网查一下 也可以发现到 他们仍然有所谓的资安的事件 但是这些资安事件大部分都是由外国机构所揭露的 哦 OK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能要可以合理的怀疑 中国大陆对于类似负面性的新闻 他们可能采取一个管控的措施 了解 那使得我们不容易去看到这方面的新闻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中国大陆对于人权及隐私保护的这个意识呢 观念是跟我们这个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认为这些资讯政府应该都要拥有 而且并且可以来进行一个分析的动作 但是对于许多民主国家来讲 这是一个不被允许来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事实上支付宝的成功不太容易复制到其他非大陆地区的国家 是的 理解 不过2016年的时候当时很令人震惊的是 台湾金融史上第一起骇客入侵 就是东欧的骇客集团席卷了全台大型银行 超过40台的ATM 这种资安的漏洞现在已经被补强了吗 就是2016年这个某一个大型银行 他被入侵 ATM被入侵的这个事件呢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资安事件呢 他的骇客所采用的手法是一个多重连续性的入侵手法 来达到目的地 那这个供给的起点是这个银行 他的伦敦分行 那这伦敦分行的电话服务主机被入侵了 那当然电话服务主机本身 他不是一个资安保护相当严密的一个主机啦 那因为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性质的关系 那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张伦敦分行的主机呢 他可以直接连回台湾的主机 那这是因为一个可能一个疏漏啦 就是说我们在分行之间 应该都是要有一个防火墙 可以隔两个主机之间的一个通讯 那但是呢 这个防火墙似乎没有发生这个作用 那是的 伦敦分行的主机呢 被当作跳板 来入侵这个台湾银行的这个ATM主机 并且这个台湾银行的主机 台湾ATM的主机呢 被指入后门 那这样的一个后门 他会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对ATM主机进行一个控制性 甚至做吐槽的动作 让这个接应的人员 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形地点 来进行这个窃取线槽的动作 那并且在事后又安排一个逃离的路线 所以我们看来这一连串的入侵行为 是一个团队要拥有许多专业技术的人员 才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的罕见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 对 那当然在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们的银行工会以及金管会 他们也采取了相对应的一些防护措施 是 那也就是在2016年的一个9月呢 提出 金管会提出了这个金融管理机 金融机构办理电脑系统 那对此呢 银行工会他们也提出了八项应对的措施 是 那甚至在当年的年底 也针对这个ATM的防护呢 来进行一个加强 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的发生 是 那除此之外呢 各个银行或是金融单位呢 他们在这样的事件之后 也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治安公司 来进行一个入侵渗透的测试 甚至透过 希望可以透过主动防御的方式 事先提早知道 他们这个资讯系统 有没有可能的漏洞 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呢 那提早来进行一个资讯系统的补强 是 我们都说 我们都说现在是5G的时代 即将来临 那从1G发展到5G 这个在网路上面跑的 刚开始只是文字啊 图片啊 影片啊 现在到了5G的时代 大家都说叫做万物联网的时代 我的手机可能可以同时 在监看家里面的活动 开家里的电锅 然后也同时对我的车子 进行了一个远端的遥控这样 那5G其实环绕着它的有相当相当多的概念 已经不只是个体的 还包含许多企业的 比如说智慧工厂啊 人工智慧取代了实际的人力啊 商业上面所用的大数据的分析 物联网超快网速这些 我想请教徐老师 这个普罗大众和企业 在面对5G的时代 我们的资讯安全的概念 是不是要有一个 可以说是翻新 或者说可以说是一个 不一样全新的一个认知 并且更加的重视 是的 谢谢陈主播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想未来呢 民众接触到的资讯服务会越来越多 甚至是随手可的 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身边 直接进行一个应用的这个动作 那民众对于任何资讯服务 以及个人资料的使用 应该采取一个谨慎保守的态度来面对 当然我们对于资讯的服务 是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 那我们需要的这个 需要思考的层面在于 我所使用的资讯服务 如果被害之后 对于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有什么样的方式 来控制这样的影响 比如说我可以去强化 各种资讯服务账号的安全 那避免我的资讯服务被入侵 对我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呢我们应该更有 分散风险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我的银行账号 是不是可以控制非常庞大的这个金额 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 当然有许多的网络银行 他们自身已经限制 我们每一天可以转账的一个金额 是 好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能可以 把我们的这个金钱呢 分别分散在不同的银行 那甚至我们主动的去 限制我们的账号 可以汇款的这个金额的上限 还有转账的次数等等 那这都是一个分散风险的观念 所以我们更应该积极的了解 我们所留下的资料 我们所申请的这个资讯服务的账号 它背后对我带来有多大的影响性 我们再来自身评估 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这样的一个行为 还有我们可以承受的风险 是 大数据的时代啊 我都常常说最了解我们的 好像不一定是家人了 反而是网络广告商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在使用网络上面 查询一个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是物件的时候 有时候家人一经过 我们可能想说电脑荧幕上面 我们把那个画面给先暂时关掉 不让家人看到 可是等到 可是很特别的是 当我们有相关的搜寻记录了之后 网络它就会自动推播相当多的 这一个领域的广告给我们 所以我要表达是说 大数据时代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 就像这个我说 相关的议题以及这个物件的广告的 这个推播都会跑出来 可是事实上在隐私上面 也给我们造成了困扰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谢谢陈主播这个问题 那的确呢 我们希望更多的去依赖 会资讯系统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当然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确留下许多个人的资料 对 那甚至我们的社群活动 是 也会被外泄及分析 当然我们知道脸书啊 相关的这个社群软体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分享 我们所在的地区 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活动等等 那当然这些资讯 事实上就是会留在这些 社群软体的服务商 他们的主机上面 那当然他们很自然就可以来分析 我们个人的购物倾向 工作兴趣作息 家庭成员以及成绩关系等等 那所以呢我们民众 如果要使用这样的一个资讯服务 我们必须要来评估 我们的资料被分析之后 那甚至被盗窃之后 我们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有些资讯 或者是照片 它本身是非常具有高度的 这个敏感性 那甚至是机密的 那如果我们不能承受 这样的风险的时候 我们尽量应该避免 放这样的资料 以及照片在线上服务的 系统上面 或是软体上面 我们应该存放 底线不能上网的电脑装置 上面来去使用或是观看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中山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 助理教授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资讯安全学会的 学术纪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委 徐瑞豪老师给我们的这些建言 因为其实徐老师所举的这些原理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听得懂的 而更重要的是老师直接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资讯 资讯带给我们的这么 这么样大的一个便利上面的变革之下 我们可能要有什么样的风险意识 有许多其实就是我们从生活中 从自己就有机会做起 不一定要倚靠就是系统商或者业者 而是从我们自己就可以有所判别 并且就可以做得到的 我真的非常感谢徐瑞豪老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徐老师 非常谢谢陈主播的邀请 谢谢各位听众 资安及国安 这是近年常常听到的口号 在2020的520总统就职的谈话的时候 除了资安已经被提升为 国家战略层次的重点发展产业之外 事实上在面对5G的时代即将到来 每个人也必须对于资安危机 近在眼前有风险意识感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陈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与Nits Radio所共同制播的 更多关于后疫情时代的重大挑战 会在这一系列的报道里面为各位来展开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